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乔治被日本人抓了 灌在乐道院里 急需要药物 乔师傅提到了我们 这位罗医生 就是专程给乔师傅来找药的 你放心 等二爷回来 一定把香烟药给你们送去 好的 那谢谢慕容夫人 那我赶紧回去 用针灸线控制了她的病情 那慕容夫人的病 你刚才判断我的病因 都是这样吗 其实最根本的病因 还是您自己 我自己 对 像您这种情况 多半是因为心病所致 只有什么难受的事情 窝在心里 如法消减 又得不到宣泄 就慢慢地由心毒变成了神毒 这才做了病 慕容夫人 您又想医好您的病啊 还得把您的心事说出来才行 真是不好意思 刚才还误会你了 没关系 慕容夫人 我也替乔治谢谢你了 谢谢慕容夫人 那我先告辞了 好 来 来 来 罗一乡 你还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慕容夫人 我想厚着脸皮请您再帮一个忙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这个 乐道院有许多的老人和孩子 可是现在里边缺医少食的 有好多人都饿出病来了 我想请您 能不能再给乐道院送一些吃的 好 没有问题 好的 谢谢慕容夫人 那我先告辞了 二位请留步 嗯 慢走 二奶奶 咱厂子里的人现在自己都住啊 哪给他们能吃得起啊 等二爷回来 我跟他商量商量 一定会有办法的 来 钰子小姐 来 慕容先生 请坐 我终于要找你 我想找你帮我清点一下工厂的设备 零件以及原材料 统治完以后交给我 清点设备 这是为什么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英子小姐 我来是希望英子小姐 能给太风厂增加一些食物的配比 最近 你频繁地要求工人加班 工人们饿着肚子干活 吃不饱 这样下去 他们的身体肯定会受不了的 我会从我的餐库 调取一些食物给他们 但是要调整整个工厂的屋子配比 这需要片野的同意才可以 我还没有这个权利 英子小姐 我感谢你的慷慨 我来不是为了我自己谋求一点私利 我希望的是 整个太风厂的工人都能够吃饱饭 因此 请英子小姐务必答应 你放心吧 我一定尽力终取 谢谢英子小姐 稍等 他发'T你 是我送给慕容先生的 这个礼物 我新领了 这不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我上次去工厂 看到你的笔坏了 这个是我给你的工作佩记 这支笔一看就很名贵 我无功不收录 我真替你难过 替我难过什么 像你这样的人才 明明可以成为世界级的工程师 却偏偏圈现在违宪这个小宠室 每天担忧工人的生活 接触不到一流的设备 连一只像样的钢笔都没有 可尽管如此 你还是散发着魅力 英子小姐没有在吗 没有 慕容先生 你还记得 我跟你说的鸣鼓屋吗 有印象 如果你能在那样的环境中 眼珠双长 你一定能散发出太阳一般的光芒 可你再违宪 就像你们中国人说的 龙有潜水 实在太可惜了 我觉得违宪和太风场都很好 无论如何 我至少能为慕容先生的才华 做一点贡献 这只笔 请慕容先生务必收下 这 不要拒绝 好吧 那 我就恭敬不由从命 谢谢 无论牌 你不能放在这些小的地方 同学 快 罗汉 你总算回来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他们把一些外国人拉出去训话 回来的时候 胶纸就在这儿晕倒了 当时西港就拔出枪要打死胶纸 幸亏我经过这儿拦了下来 胶纸的伤势确实恶化得很严重 胶纸 我听黑子大致跟我说了 现在需要我做什么 乔治现在最需要的是小眼药 你能想办法弄到潘逆西林吗 这个应该没问题 之前英子给厂里配备的药品一直没动 里面就有潘逆西林 那你就赶紧送过去 我听说乔治的状况很糟糕 好 那我现在就去 胶纸 怎么了 我还答应了罗医生 给乐道院的人送一些食物过去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呀 可以 我跟英子要了一批物资 可以从里面拿一部分 那不行 那可是大伙儿的 不能动 你等一下啊 歪臨 汉林 这个 说不定可以换一些食物 给 不行啊 这些年你把首饰都当了 就剩这一件了 我得让你留着 其实我也舍不得他 可是毕竟答应人家了 而且是为了救人不要紧的 不用 我有办法 你放心吧 真的吗 真的 好 怎么嘞 我是太风厂的厂长 维县商会和维持会的会长 慕容先生 不知有何可干 你认识我 在下西岗墨台 在偏野大佐的宴会上见过你 西岗先生 我听说乐道院里有些人受了伤 缺乏粮食和药物 所以我带来了一些物资 想做一点善事 没想到慕容先生 尽量会关心乐道院里的人 不过这件事件 恐怕不大方面 准备 还请西岗先生 行个方便 既然慕容先生坚持 这个面子我还是要给的 请 谢谢西岗先生 这边 这边 慕隆先生 不知你是从哪里知道这里的情况的 是这里的一位医生 在为我妇人治疗的时候 无意间说出来的 我妇人听了以后很是关心 所以让我来一趟 慕隆夫人真是菩萨心情 来 罗翰 下次找人帮忙 记得和我报备一下 西纪做这样的事情 我是会不高兴的 对不起 西纲先生 那慕隆先生 就让罗翰带你进去吧 我还有戏 戏陪了 好的 莫若先生 您终于来了 来了 来了 你就是罗医生 果然很年轻啊 我带来了潘尼西灵和一些食物 都在外头放着呢 太感谢您了 莫若先生 你别客气 乔治是我好朋友 我是不会见死不求的 快带我进去吧 好 这边请 快躺着 别动 你在外边看着点 嗯 没想到 佣生之年 还能再见到慕若先生 慕若先生 您坐 是啊 乔师傅 上次一别 过去已经快有二十年了 你怎么会被抓到这里来了 你怎么会被抓到这里来了 我在被平的潜伏任务暴露了 被送到了那边的集中营 不知道怎么会被送到这里来 不过 幸亏来到了危险 不然的话 我一定会死在集中营 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的 慕若先生 慕若先生 我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希望您能答应 你说 慕若先生 如果你能叫焦直先生出去 我希望你能救更多的人出去 尤其是老人和孩子 他们有的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说来惭愧 我没想到 近在咫尺的乐道院 竟然会是这样的人间地狱 如果我早一点知道 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更多人出去的 我替乐道院的所有人 谢谢你慕若先生 这两个事情 你不必谢我 如果你是我 也一定会去做的 罗医生 你把乐道院里的人 列长名单给我 好 一体帰国的手牌 一体 是怎么做的 駄目 有很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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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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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分开 分开 你 哪里 报告 木融牌正在闭上 在后面 是 木融先生 来 英子小姐 有事吗 我有一件事情 想请你帮忙 请讲 我昨天去乐道院 发现里面有不少欧洲的熟练工人 现在工厂里任务繁重 我想请英子小姐 把这些人帮我带到太风厂里 参与生产 原来昨天木融先生 去乐道院是因为这件事情 但据我所知 这里面的人身体状况都非常差 你真的确定他们能当工人吗 我非常确定 只要这些人吃饱一些 就能立刻投入生产 你的要求是合理的 我也非常地想答应你 但这件事情不是我的管辖范围 我还是要向片野去申请 那就请英子小姐替我向片野大佐申请一下 我可以替你申请 但他多半不会答应 为什么 片野最近在四处搜刮财物 对屋子非常吝啬 如果你真的把这帮人带到太风 那一定会增加太风的屋子配比 以他现在这个状况 他一定会敲诈你一笔 我相信慕容先生 现在也拿不出什么钱来 去买工人吧 需要多少 一定是一大笔钱 只要是钱能解决的 就不是问题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你 caught Bueno 乐道院的事情由片野说了算 腾定英子帮我向片野申请 可是片野市自大开口 要我拿出一大笔钱 才答应我 把乐道院的人接到太风场来 我找人筹钱了 这么一大笔钱在这个年约 谁都拿不出来 你肯定没抽到吧 你怎么了 汉玲 不是没有钱 什么意思啊 这么多的钱你在哪儿弄的 这里面的钱是我做汉奸 日本人发给我的奖励 这么多年我一分没动 所有发给我的钱都放在里面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从来不打开看 也没有告诉我任何人 尤其是你跟黑子 因为日子太简单了 我怕我会忍不住 你会忍不住 太疯场的人会忍不住 去来花这批不干净的钱 汉玲 你做得对 你不愧是我苏玉清的丈夫 慕容家顶天立地的二姨 玉清 我就是求个心安而已 你打算用这笔钱去救人 是的 你觉得应不应该 自然是应该 我们不为自己花一分 这不一支才是对的 但如今为了救人 没什么犹豫的 玉清 我们想他一块儿去了 你怎么会有那么多钱 这你就不需要知道了 还请英子小姐 再去帮我找一趟便宜 我想这些钱 足够把乐道院里 所有的人都买出来 这件事情 不太可能了 你是什么意思 实话跟你说吧 那天我跟你谈钱的事情 是让你知难而退 我知道你筹不到钱 但实际上上风早有旨意 乐道院的那些人 迟早是要被清理的 便宜不会把人给你 更何况是全部 你说的清理 是什么意思 这你就不要明知古恩了 这怎么可以 那可是数十条人命 里面还有好多老人和孩子 这件事情我决定不了 我没有那个权利 不行 我不能看着无辜的人去死 英子小姐 我知道你有足够的影响力 请你务必帮我 把乐道院里 所有的人都解救出来 我搬了你 我就违逼了上风的意愿 任北小姐 你只要答应我 以后你对工厂所有的要求 我都全力配合 慕容先生 你知道吗 在太平洋战争中 日本陷入了烈石 是 你想说什么 我想跟你说的是 我这个人非常的实际 我跟那些战争分子不同 我也不喜欢战争 我唯一的心愿 就是要重振我父亲 留给我的同情工厂 我已经决定了 回日本以后 我要重新开办同情工厂 你想让我帮你这个忙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人才 是一个工厂竞争力的核心 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人才 如果你能跟我回日本 我一定给你最好的设备和环境 我们一起携手 创造一个一流的机械工厂 我是不会离开这里 这个地方 平起又落后 像你这样的人才留在这里 简直是抱天天物 我是诚深诚意地邀请你 因为只有我知道 你是一位多么伟大的机械工程师 况且你让我帮你这么大的一个忙 总得有点回报吧 如果我答应你 你真的会帮我吗 我绝不骗你 能让我考虑几天吗 当然可以 那我希望你至少先帮我救治一部分人来 显示你的诚意 我现在就联系片野 这些钱 还是能换一些人的 谢谢 怎么就这么点人 慕龙先生是为了工厂教工人 我看到名单当中 有一部分是老人和孩子 所以 把您提出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慕龙先生 我为你挑选了何系老公的情状 有什么不对吗 你说 慕龙先生 我可以带他们走了吗 可以 请给我上车 请给我上车 快走 走 等一下 我怎么没有 怎么想到人家 你怎么在这边 就叫她 你怎么在这边 这人 你不能带走 你刚刚还说我都可以带走 我刚刚刚核许了这人的姓氛 他是一个共产党 是绝对不能放出来的 什么 共产党 英子小姐 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共产党 任何理由都不能把他带走 放弃吧 郭西楼 谢谢这位先生 慷慨帮助 不过 他们既然不能放了我 请 把我的名额 交给其他人 放开 你们这是干什么 抓捕俘虏 修救防御故事 这些都是我带来的 你们不能征收 这十片也当作的命令 你没有拒绝的权利 不行 放开 你们能不能去 这些人 放开 你 放开 不算 放开 我是大事的命令 英子小姐 陆阮先生 这样 你先回去 这儿的事我来处理 不行啊 这车上都是我需要的工人 陆阮先生 相信我 我一定会把他们带回去的 你先上车 走 我自己能走回去 二爷 乔师傅呢 你这咋一个人没带过来啊 陈景英子答应把人还给我的 但是 乔治救不出来 日本人如果知道乔治是共产党 再想救就难了 这事应该找陆康 找八路军 找游击队 他们都是共产党 我会不管的 对对对 把消息送给游击队 县里的联络点被破坏了 我和陆康失去联系了 我和陆康失去联系了 还有新能够的人吗 陆康 别想了 我杜黑的一人吃饱 全家补仇 就我了 不行 现在日本人看得起 你一走肯定会被发现 陈康 我找英子小姐 小刀 报告 这是我的公园 我的公园 什么公园 我从乐道院带回来的 这是遍野大作的意思 他把你选的人都拉去做重防公事了 我找过他 但他不愿意犯人 毕竟袖竹重防公事也是大事 我去找便宜 人是我买的 慕容先生 还请你放弃救人的念头 六大院的事 就不要再插手了 你什么意思 那些人 已经不需要再圈禁了 我们没有自够的补给给他们 陆大院的人 很快就会被 那可是 几十条人命啊 这不是我的管辖方法 你答应过我的 你会帮我的 我也无能为力 燕儿我信 我们这就去找片野要人 一对野弄 你现在就叫他 我也保护不了你 我不需要你的保护 台风马上搬迁 这是军部发来的命令 你们要把台风场搬走 对 所以我才会让你清点设备和物资 这个消息 片野很快就会知道 慕容先生 你很快就要是去 台风场这个保护残了 在片野的眼里 你是一个随时可以杀掉的人 还请你撒死 你们要把台风场搬到哪儿 现在还不确定 你 你们这些强盗 慕容先生 请您容静一下 你现在让我怎么冷静 我知道 台风场是你的心血 但是台风场的设备和物资都已经成就不堪了 设备跟生命相比 但我也不足道 如果你愿意跟我回日本 我会给你最好的设备和足够的自己 你安心地当一个工程师 你天生是为了机械和创作而生的 你放起台风 给我回日本 我会一心一意地帮助你 我会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你 我脑子 我脑子很乱 你让我考虑考虑 好 罗医生 感觉舒服多了 再坚持一段时间 您的身体就会逐渐恢复了 谢谢你 罗医生 对了 慕容夫人 昨天从乐道院里救出来的人 都安顿在台风场了吗 汉林卫这事 已经去找日本人了 慕容先生 黑子 把门关上来 正好罗医生在 我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 但你听了 别着急 什么事 我刚刚得到的消息 日本人打算把乐道院里的人都杀掉 日本人要屠杀 是的 我昨天带出来的人 在半路就被片野拉走了 拉去哪儿了 难道我们的营救行动 并没有帮助他们 反而还害了他们 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 乔治和乐道院里的人 随时都会有危险 慕容先生 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大家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所有人都救出去的 有医生还能随意地进出乐道院 也许情况没你们想得那么糟糕 不 慕容夫人 但是 我也觉得这段时间不对劲了 我特意地观察了一下今天 日本人给大家发放的食物越来越少 都是些发了霉的土豆 昨天又有一位老人死于营养不良 我觉得他们的确是打算放弃乐道院的人 时间紧迫 此时根本无法出场 联系不上陆康他们 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 黑子 去门外把着 好 我这儿去 武汉 如果没有援助我们只能自救 你能不能找到乐道院的建筑图 有没有什么地方是能够逃出去的 我在乐道院长大 对乐道院的地形一清二楚 能够通向外面的地方 日本人都装了电网 但唯独只有一个地方 能够帮我们直接通往围水片 是什么地方 乐道院的主楼外 原来的公共卫生间 但已经废弃了好几年 那里有一个下水道的口子 下水道可以直通围水 到达灵域间 必须经过一段上锁的铁门 从这儿到这儿的距离 有多长 大约五十米左右 去灵域间 必须经过这一片空地 我估计 至少需要十五分钟 才能完全通过 其实只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弄到铁门的钥匙 制造混乱 关闭探脚灯 什么东西 拿出来 没什么 太军 没什么 这 没什么呀 太军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样啊 滚 太军 你不能这样啊 滚 好好好 这太军 我的鸡头 我还没吃饭呢 滚 我我我我我我走 我走 我走 幸不如命啊 真没想到 这么快就办成了 你真是个又聪明又勇敢的年轻人 就是可惜了 可惜什么 可惜那么大一个鸡腿啊 你们是没有看见那个日本鬼子的吃相啊 那是看见鸡腿 在看我 就这么一会儿就没了 平时看着你挺斯文的 没想到 你还有调皮的一面啊 莫莫夫人 你应该平时像现在这样多笑一笑 您的身体也会恢复得更快一些 你啊 就是三具不离本行 你还真是个尽职的医生 好了 第一项条件已经达成了 我今天就能把钥匙做好 明天你来取 好 三角厕 给 去哪儿 哇 写下 我先去我 良子少姐 这什么事不辛苦 我们的夫人 不是吗 但是别卓度 不好意思 太焦急了 我来是想通知慕容先生 工厂班间的事已经重视提善日程 我让你清点的物资和设备 你都准备好了吗 还没有 看来慕容先生 是被其他事情翻了心啊 既然如此 我就陪慕容先生一同清天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清楚了 我只是一个工匠 一个干活的人 你们是拿着枪杀人不眨眼的侵略者 我不应该 也没有能力和你们对抗 你委屈吗 委屈 不被人认可我会委屈 被人冤枉 我也会委屈 但是丧权入国被人肆意地欺凌 是委屈两个字能够说得清楚的吗 看来你依然很笨 我只感到悲哀 不得不在强盗面前低头的悲哀 不得不在强盗面前低头的悲哀 我保证 你以后不会再遭受这样的待遇 就是因为中国贫穷落后 我才不会舍下它 我要留在这里 看着它复苏 看着它崛起 看着它富有 看着它强大 这就是你给我的答案 我只想起空 不得不在强大 算得不在强大 词作词 现在已经这一位 了吧 有还不在强大 尔子在连蛇 有些阿兹 太棒了 他带你把我相当过 你支持我 你不得不在弱 你的美与太多 想让你回坐 只因被赴家 我难心向往 儿女中情长 用挚爱去疗伤 痛断感肠 慷慨被歌 被歌歌几曲 过破山河在故乡 天大地大一颗心 却放不下对你的牵挂 面对面沉默 背影是忧伤 纵然千般柔情 纵然千般柔情花飞远 如回半生沧桑 天大地大一颗心 却放不下对你的牵挂 面对面沉默 背影是忧伤 纵然千般柔情 纵然千般柔情花飞远 终不悔半生沧桑 明镜需要您的观看 热月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观看